锁票 再次掌声送给罗翔老师 谢谢 就是好 和你相比 有些脱口秀演员 说的那是什么呀 不看 是不是 罗老师说的就是真正的脱口秀 大家要多听罗老师的脱口秀 要遵纪守法 主要是要遵纪守法 第一组 现在说完了 所以第一组的吐槽热力值 将直接决定 两位 你们究竟是在这儿 继续等待进入第二轮 还是去站在远远的高岗上 让我们来看一下 在颜鹤祥和忽兰表演结束之后 他们各自获得的吐槽热力值 用到了一些观众脑子里边 一支的一些 我身上有特质的一些稿 能感受出来 这个东西有一些优势在什么地方 这就证明进步了 进步 已经比到第九期了 能碰撕这么好的对手很难 比试比试还是挺开心 颜鹤祥177 忽兰143 所以颜鹤祥暂时领先 有请 我们的规则很简单 挑战大魔王的分数先出来 最高的那位和大魔王在一起 来 如果 罗翔老师的吐槽热力值 低于颜鹤祥的票数 那么 颜鹤祥挑战成功 直接晋级 反之 挑战失败 让我们来看一下 魔王卡维赛的第一位大魔王 罗翔最终的热力值 是 我觉得颜鹤祥和忽兰今天的脱口秀呢 都非常的精彩 不仅仅是搞笑 也在搞笑背后呢 让人感到了一些沉重 沉甸甸甸的一些东西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 颜鹤祥赢了 不是 再次谢谢罗翔老师 谢谢掌声送给我们的大魔王 谢谢罗翔老师 太棒了 同时我们把掌声送给颜鹤祥 颜鹤祥作为德云社的一位演员 体会一下这个话 是 在脱口秀的舞台上 早日病毒德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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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体验 谢谢您体验 来 掌声送给贺强 贺强 厉害 厉害 成功的晋级 最终的盛典 第一位晋级 全是危机 有请王建国 因为只有一位挑战者 来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司马和王建国的吐槽热力纸 他是正经的语言工作者 常年直播口条很顺的 我觉得我跟大司马 五五对开吧这个声率 我觉得肯定是他赢 因为在我看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再次感谢大司马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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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波可以 这波可以 我回去了 来来来 加油加油 第二轮见着 好的好的 请问对今天的吐槽感受如何 大家都蛮狠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吧 建国 你不能这么说 你得大气一见 你就说他们可能小赚 但我永远不亏 学到了 学到了 Thank you 你怎么讲起英文了 真的很好 太开心了 我虽然从大学的时候 就听你们的歌 但我刚刚在那意识到 我第一次听你们现场 感动了 你们那首歌的原型 太好了 刚才吗 对 就那首歌的原型 其实是我 对不对 不不 其实是我们在自我讽刺 不是 没有讽刺 因为上月下之后 我们突然间火了 所以我们写一首歌 来讽刺我们自己 叫活生生的生活 这首歌会在我们的 新唱片里面发 大家要去买 太好了 太好了 支持一下五条人 真的很好 各位 五条人赛道 是我们嘉宾最多的赛道 有三位嘉宾 马思纯 易立静和大张伟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 在所有的观众投票结束之后 三位目前吐槽 热力值的情况 来 顺其自然吧 我现在觉得最主要是开心 因为选了五条人 玩得很嗨 这就够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说是比赛 但是又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活动 进入了呢 就说完回家 挺好的 我这回是需要赢 不是想赢 就是我这样只要赢了 我就不用去说第二次的稿了 对对对 大张伟 大老师真的是 哎呀 每次以为有悬念又没有悬念的获胜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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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师来到台上 还是我们的老规则 大老师获得的是吐槽热力值166 恭喜恭喜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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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一边亲热气上一边亲热气 如果五条人的吐槽热力值高于166 那就意味着这一组所有人挑战失败 大老师也要去参加第二轮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五条人在所有的表演之后 他的最终吐槽热力值是 我怎么感觉 回到月下了 根据现场的反应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分数不低 要赢他们呢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现场反应很热烈 所以我觉得根据反应来说 那我们肯定是第一人分数 对 这怎么回事 哎 咱们啊 不好意思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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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二分崩溃了 这真是生活 活儿真正啊 哎 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谁玩音乐谁就能赢是吧 对 对 对 而且多一个人是一人 而且就是多多一个道具 就能多多点票了 来吧 再次掌声送给五条人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 来 两位回到位置上 谢谢 大老师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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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嘞 好嘞 谢谢 好嘞 好嘞 谢谢 只有魔法可以打败魔法 在我们所有的嘉宾表演结束之后 我们需要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先来祝贺一下 第二 颜鹅翔翔先 第一轮之后 颜鹅翔是唯一直接晋级到最终盛典的朋友 而其余的五位你们将集体进入第二轮 第二轮规则呢 我们叫大胆开麦 然后他们就争夺剩下的这个晋级席位 在这个大胆开麦 就是这些人不是总说我们曹天少吗 来来回去就这几个人 没得吐槽 说来说去了 我们这个大胆开麦呢 就无限制了 你想吐槽谁都可以 就不用在这个现场 就是法律责任自负 不用在这个现场 说人 法律责任自负 也不一定说人 我们还是有一些主题 是 是 节目组给各位都准备了一些非常刺激的 突破这个现场限制的题目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有人 包括颜鹅翔的也出一下吧 就是大家都准备了什么样的题目 好 颜鹅翔的是吐槽敦社 很遗憾 听不到了 大家听不到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必须赢了吗 很遗憾 没事 留着 到了最后一期 我们可以给大家惊喜 没事 下一季脱口秀大会 这个就是杨鹅翔的投名状 好吧 好 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剩下的题目 好 接下来我们的五位嘉宾 因为大家都处于待定的状态 你们要去各自准备一下自己的题目 去准备一下你们第二回合的比赛 休息一下 马上我们再次回到猪舞台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要去做第二段